快快快收拾一下 妈妈晕倒了 在医院要做手术呢 啊 真是倒霉 今天我生日呢 快点啊 收拾跟我去医院 可是外面在下雨 我还约了兄弟一起吃饭呢 对了 医生说要交二十万手术费 我们家哪有这个钱 我爸妈不是给了我们二十万买车吗 先用那个钱订一下啊 我都跟我兄弟说了我要买奔车 这车就是男人的脸 我一定要买 你能不能有一点轻重缓急啊 现在是救人更重要 那车以后再买嘛 这事我不管啊 你去找星期这样 朋友这样 甚至贷款都行 反正这个钱你不能买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 妈在手术台上躺着呢 咱们以后结婚了就是一家人 这车之后再买嘛 米烈 我们这都还没结婚 那你就开始惦记我买车的钱了 我告诉你 这车的钱你不能 那是你妈不是我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她是你妈又不是我妈 又没剩我养我的 她的死婆跟我有什么关系 米烈 我告诉你 这钱你要是动的 咱们结婚就别讲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救人咯 你要想救的话 自己想办法去 喂爸 你妈等着手术啊 快点拿钱过来呀 什么意思啊 我妈进医院了 小米没告诉你妈 她不是说回家拿钱的吗 你妈还等着呢 别让你妈遭罪了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妈进医院了 走赶紧拿钱走 什么钱啊 买车的钱啊 你不是有二十万吗 赶紧把钱拿着走 你不是说人不救吗 米烈 那是我妈 你是不是人啊 我妈还等着做书呢 我们还没结婚呢 而且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又没生我养我 为什么要救 米烈 反正那钱是拿给我买车的 咱们以后结了婚 不就是一家人 不好意思 这婚呢 结不结 我给你看